那现在我们讲称入,称入我们就叫链式法则 它主要是针对这个复合函数的这个Derivative来算的 就是怎么样去算复合函数的Derivative 就是compositive function 那它说的是 我们主要的说法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如果Y等于FU,然后U等于GX 那么我们就得到Y关于X的Derivative 就是F首先关于U的导数 再乘上U关于X的导数 或者这么说,也就是说 或者是说是Y等于FGX 那我们Y的导数是先把GX看成一个整体 看成一个变量 然后G关于X的导数 这是称入的结论 那我们严格的说 把它描述成一个定理 如果Y等于FU是Differentiable 在U等于GX 在这个点 在U这一点 而且U等于GX asDifferentiable atX 那么就有这样的结论 那么DYDX就可以写成是什么呢 就可以写成是F关于U的导数 再乘上G关于X的导数 这是我们的结论 或者说是把它写成是 等于DY 或者把它写成是 等于DY over DU 这就是Y关于U的导数 然后DU over DX U关于X的导数 这是它的结论 那它的Proof 倒是也不太难 那我们知道 DYDX 可以写成 用定义来试算 就是DeltaX去近于0 DeltaY除于DeltaX 或者说是我们把它写 DeltaX去近于0 这是FGX加上DeltaX 减去FGX 除以DeltaX这种形式 当然我们用前面这个式子比较好证明一点 那么我们是DeltaY除以DeltaX 我们可以先写DeltaY除以DeltaU 等于是先除以DeltaU 那么就要乘一个DeltaU嘛 再除以DeltaX 那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 这是DeltaX去近于0 这是DeltaY除以DeltaU 再乘上 DeltaX去近于0 这是DeltaU除以DeltaX 但是我们知道 DeltaUX去近于0的时候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DeltaU本身也是去近于 DeltaU去近于0 asDeltaX去近于0 因为U等于GX 是Continuous的 那么DeltaU除以DeltaX 本身是GX加上DeltaX 减去GX除以 这是DeltaX 也就是说DeltaU本身是分子这一部分 那么DeltaX去近于0的时候 那么GX加DeltaX就应该是去近于GX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再加一行是 再加一行就是说 DeltaU它本身是GX加上DeltaX 减上GX 那么我们知道 当DeltaX去近0的时候 GX加上DeltaX减去GX 它就应该是等于0的 这个本身就是DeltaX DeltaU GX加DeltaX减去GX 本身是应该等于0的 那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第一个极限 我们就可以把它换成 DeltaU去近0 就是DeltaY除以DeltaU 那么再乘上Limit 这是DeltaX去近0 这是DeltaU除以DeltaX 所以第一部分是DYDU 后面一部分是DUDX 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Y关于U的Derivative 这个是Y关于U的Derivative 就是F关于U的导数 后面是U关于X的导数 是G关于X的导数 这就是我们称入 那么称入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到三圆去 三个三个两个中间变量也可以 那我们这只是一个中间变量的 那么两个中间变量是一样的证明 甚至更多的中间变量 当然是有限的 那我们看一下立体 那我们开始的时候 我们还把中间变量设出来 我们是Y等于FGX 就可以写上Y等于FU U等于GX 就是我们通常做题的时候 我们发现是这种类型的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例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例题 如果Y等于3X平方加上2X-7 好 的 三次方 十次方吧 那么 我们找Y的导数 这个Y的导数 U 是DYDX 我们可以设 U等于3X平方加上2X-7 那么 Y就等于 U的十次方吧 好 所以 Y的导数 我们这Y的导数是DYDX 它就等于DY over DU 再乘上DU DX 就是Y关于U的Derivative 再U关于X的Derivative 那么Y关于U的Derivative 就是 10倍U的九次方 那么U关于X的Derivative 就是6X加上2 然后我们把U带回去 这是 10倍 6X加2 好 好 在U是3X平方加上2X-7 然后是 九次方 好 这是我们 当你 开始不熟悉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子 可以这样子算 那么 DYDU 就等于10倍U的九次方 然后 DU DX 就是 3X平方加上2X-7 它的Derivative 那么第一部分 X平方的Derivative是2X乘上3 所以是6X X的Derivative是1 所以乘上2 但是7是Constant Constant它的Derivative是0 然后我们再带 再利用这个公式带回去就是了 这是第一个 那么我们看第二个立体 如果Y等于E的X的 比如说5次方 我们来找 Y的Derivative 那这个Solution就是 我们先设 U等于X的5次方 那么Y就等于E的U 对吧 那这样一来的话 DYDU 就等于E的U 然后DUDX 就等于5X的4次方 所以 所以Y的Derivative 是DY DX 那么就是 它等于DY DU 再乘上DU DU 那么DYDU 是E的U次方 DUDX 是5X4次方 然后再把U带回去 就是5X4次方 E的 X5次方 第3个立体 如果Y 等于3 X平方 加上LogX 那我们来找Y的Derivative 那一样我们看到3 然后是括号里面 所以我们把括号里面 定乘U U等于X平方 加上LogX 那么Y就等于3U了嘛 所以DYDU 我们可以先把它算出来 是等于CosU 而DUDX 它是等于X平方 加上LogX的Derivative 那么X平方的Derivative 是RX LogX的Derivative 是X分之1 那么DY 我们可以直接写成Y的Derivative 是等于DY overDX 它是等于DY overDU 再乘上DU overDX DYDU是CosU DUDX是RX加上X分之1 所以这个要打括号 然后再把U带回去 这是RX加上X分之1 再乘上CosX平方加上LogX 那我们再看一个 Y等于我们是LogCosX X 那我们去找Y的Derivative 那我们最开始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我们令U Y等于LogU 那么U等于CosX 所以DY overDU 就是U分之1 然后DUDX 是等于负的3X 所以Y的Derivative 是DY overDX 它是等于DY overDU 再乘上DU overDX 那么DY DU是U分之1 DU DX是负的3X 然后再把U带回去 是负的3X 那么U是CosX 所以等于负的TX DX 这是我们的 称入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采用这种方式 那我们熟悉了 我们可以用别的方式 我们先看一下 另外的一个定理 我们称入可以 可以写成这样 如果说 如果说 Y等于FU U等于GV V等于HX 就是如果有两个中间变量的话 那么DY DX 是一样的 我们就称入 DY DU 然后DU overDV 然后DV overDX 这是Chain 这就是我们的链式 这就是我们的Chain DU 跟DU连接在一起 DV跟DV连在一起 这是三元的情况 那我们可以看 看这样的立体 如果Y等于 我们可以 我们看一下一个立体 Log 3 2的X方 那我们去找 DY overDX DX 或者Y的DX 或者Y的DX 那我们可以认 Y是等于LogU U呢 是等于3V 而V是等于2的X LogU 那这样的话 DY DU 是等于U分之1 而DU DU DV 就是等于cosV 而DV DX 是等于2的X 再乘上Log2 Log2 NatureLog 所以这样的话 所以这样的话 DY overDX 就是等于DY overDU 然后DU overDV 然后DV overDX DYDU是U分之1 然后DUDV是cosV 然后DVDX是2的X方 在Log2 然后我们把UV带回去 U是sinEV sinEV sinEV是sinE2的X方 所以是sinE2的X方 这是U U分之1 cosEV 是cosE2的X方 好 再乘上2的X方 再乘上Log2 所以是2的X方 再乘上 再乘上 那么这两个合起来是Cortangent 2的X方 然后再乘上Log2 那我们再看一个 这是三个的话 那我们有三层 那就是两个中间变量 这是一个中间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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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的3 X分之1 那我们也是 也是三个中间变量 两个中间变量 我们求Y的Derivative 那我们可以定义 Y是等于E的U U是等于3V 然后V等于X分之1 所以DyDU 是等于E的U次方 而DUDV 是等于cosEV 而DVDX 是等于负的X平方分之1 因为X分之1 是等于X的负一次方 所以DyDX 这是Y' 那么就是DyDU 然后DUDV 然后DVDV 然后DVDX 这是等于E的U次方 再乘上cosEV 再乘上负的X平方分之1 所以是等于负的X平方分之1 cosEV 是cosX分之1 然后E的U次方是E的3X分之1 这是我们的称入 那最开始的话 我们是把中间变量都射出来 那么到后面 我们就如果熟悉了 我们可以不用 可以不用射中间变量 我们的这个 我们就是去括号 我们就是按照括号来 我们用bracket 我们去考虑 用bracket的方式 一个括号一个括号的去 按照括号的层数来去 我们怎么样去 那我们还是按照我们刚才这个 例如说 y等于log sine 2的X分 我们可以看成这是一个括号 我们从最外层的括号 去到最底层的括号 那么它的solution 它的solution 就是因为外面是log 那么log的derivative就是它的倒数 我们知道logx的derivative是x分之1 所以整个把它看成一个整体 把它看成一个变量 然后再乘上这个括号里面的derivative 好 就它的derivative 那么它的derivative 那我们又把 这里还有一个括号 那我们再把这个括号看成一个整体 我们依次去 好 那么这个看成一个整体 那么外面的就是sine sine的derivative就是cosine 好 把括号里面看成一个整体 然后再把括号里面的再求derivative 每次去掉一个括号 就在去掉一个括号以后 就在对括号里面的做一个derivative 所以是sine2的x方 那么cosine2的x方 再乘上 那么这个没有括号了 我们直接用公式来算 所以是等于2的x方 再log2 再乘上content2的x方 就是我们习惯了 就是我们习惯了 我们总是用这种方式来算 好 我们用括号去括号的方式 其实我们 还是 就是比较有用的 比较有用的方法 就是比较有效的 我们不需要写那么多的中间变量 那我们再看一个 那我们再看一个 如果y是等于cos 然后是e的负x平方 我们求 y的derivative 那我们用去括号的方式 我们先看这是一个括号 所以是y的derivative 那么括号看成一个整体 外面是cos 那么所以是负的sine 首先我们说负的sine 然后把括号里面看成一个变量 是负的sine什么东西 然后再乘上 括号里面的 那么derivative 那么e的什么东西 相当于这是一个括号 因为e的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指数函数 所以是负的 一个函数里面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成是一个 看成是一个整体 看成一个括号 那么这相当于e的 e的这个括号 那么e的什么东西 它的derivative 就是它自己 然后再乘上 括号里面的derivative 所以是负的 负的3 e的负x平方 再乘上e的负x平方 负x平方的derivative 是负2x 所以结果是等于 2x e的负x平方 再乘上 sin e的负x平方 好 这种方式 那么因为熟练了 我们反而 还好做提议一些 因为到后面我们都会发现 有些东西用去括号的方式 求的话会更加方便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 例如说我们 会混合了加减乘除和称入 那我们来看这个最经典的题 那我们可以看成是一个函数符号 看成这个真 看成是一个 看成是一个括号 那我们把这个根号看成一个函数符号 实际上就是说什么呢 y是等于x加上 根号x加上 再根号x的二分之一嘛 这相当是一个括号 那么这个里面就是一个括号 那么weight derivative 首先是二分之一 首先是二分之一 x加上根号下x平方 加x 就是x 加上一个根号x 那我们把这个括号看成一个整体 然后再看括号里面的 derivative 那我们可以看这是二分之一 x加上根号下x加上根号x 然后是负二分之一 那么这里面 我们看括号里面的 derivative 这是两项相加 两项相加就是x的 derivative 再加上根号下x加根号x 这个的 derivative 因为是两项相加的 derivative 就是各自的 derivative 再相加 所以是二分之一 x加上根号下x加根号x 然后负二分之一 x的 derivative就是一 那么这里面又是一个称入 这里面是变成又是x加上根号x的二分之一的 derivative 好 这一部分是这样的 那么它的 derivative 我们又是看到一个括号 所以是二分之一 那么x的 derivative 再加上根号x的 derivative 好 这个就比较好算了 x的 derivative就是一 根号x的 derivative 根号x是x的二分之一 所以是二分之一 x的负二分之一 然后我们带进来 这是二分之一 哦 我们还少了少写了 写一下 好 那么我们先是这个写错了 好 我们先看括号里面 这是括号的二分之一次方 所以是首先是二分之一 x加上根号x的负二分之一 再乘上括号里面的 derivative 那么这里面有二分之一 那么这里面有二分之一了 这里面有二分之一了 因为二分之一 已经在这体现了 已经在这一部分体现了 好 那这样一来的话 就是二分之一 x加上根号x的负二分之一 然后这里面是两项的 derivative 所以是一加上二分之一 x的负二分之一次方 所以这个里面的 derivative 首先这是一 这部分是一 再加上这部分的 derivative 在这儿 所以是二分之一 x加上根号x的负二分之一 然后是一加上二分之一 x的负二分之一次方 好 这是我们用去括号的方式 我们对计算一些比较复杂的 这种就是我们看每次里面 有有称入 称入里面又有我们前面学的加法的 加法里面 这是加法 加法里面又有称入 就是称入 然后又是加法 加法里面还有称入 就是称入加法 称入又是加法 就是这样 不断的混合 不断的交叉 这种东西有时候特别难 特别要小心 特别难以清楚 那我们可以看一个类似的题 所以 如果y等于根号下 y等于根号下 3x加上 在根号下 2加上 根号1-x 2 那这个就 我们可以这样子写 我们可以这样子写 好 这样的话 它就是-2分之1 再去掉外面的这个根号了 那么就是里面 好 再看 括号里面的Derivative 那么里面的Derivative 又是混合了 这个 加法和称入 里面加法 那我们先各自求 这个前面的Derivative 再加上后面的 后面的这一部分的Derivative 那么后面这部分的Derivative 只跟后面的有关了 跟这前面的3没有关系了 后面这个称入 所以是2分之1 3x加上 根号下 2加上 根号 1-x 这是-2分之1 3加上 这又是一个称入 这称入 那么首先这个 这个根号 这个根号 首先是 2分之1 2加上 根号下 1-x 这是-2分之1 好 这里要再乘上 2加上 根号下 1-x Derivative 那么这一部分 跟前面的3 没有关系了 所以不要乘错了 不要 不要把这个 乘到括号外面去了 乘到括号外面去 就错了 因为它只跟 我们这一部分有关 只跟我们这一部分有关 只跟后面这一部分有关 所以是 这是2分之1 3x 加上 根号下 2加上 根号 1-x 这是-2分之1 然后 3加上 2分之1 2加上 根号下 1-x 的-2分之1 好 这里面的Derivative 又是两项相加 两项相加 后一项有称入 前一项没有 那么 两项相加 它各自的Derivative 像2的Derivative 就是0 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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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有一个根号 相当于是 这是一个二分之一次方 所以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1-x 但是 那根号里面还有 所以又是一个括号 所以是二分之一 3x加上 根号下 2加上 1-x 这是-2分之1 这是3加上 2分之1 2加上 根号下 1-x 的-2分之1 好 那么 这是0 乘上的 这是1-x 结果是-1 所以是-1 然后 再乘上 2分之1 1-x 的-2分之1 四方 那么 写成这个样子 基本上就可以了 当然你愿意画简 也可以啊 你画简的话 我们把这个-1 跟这个正号 我们也 我们把它改一改 就是 这个变成 -1 不写了 那么 直接把这个-1 写到这前面来 那么 这是 1-2 跟1-2 2分之1 这个2分之1 我还是把它写到后面一项吧 先加上 然后是 1-1 1-x 的-2分之1 然后再乘上-1 那么 那么 我们再写一行吧 3x 加上 根号下 2 加上 根号下 1-x 好 -1-2 3加 3-2 这 有-1 后面 这有-1 所以是 3-2 这两个1分之1 可以合并 是1-4 2 加上 根号下 1-x -1-2 次方 然后是 1-x -2 次方 这个 这种函数 你看起来啊 它 表达式 并不难 但是求它的 Derivative 是 看是挺复杂的 那 这就是我们求 用称入来求Derivative的方法 也就是说 我们 开始的时候 你不习惯的话 你可以都把中间变量都射出来 那么等到你熟练了以后 我们就用去括号的方式去算 用去括号的方式 反而还不容易出错 好 那么称入这部分 我希望大家多练习 因为 呃 练多了的话 你的计算能力会 计算能力会比较 呃 就会比较好 然后 呃 更多的是熟练 熟悉我们基本的公式 而且会 你熟悉了以后 你的这个 计算的效率 会比较 比较好 比较高一点 因为你就不用再去设中间变量了 呃 你也可以试试像立体9 立体10 这种的立体 你设中间变量都不好设 啊 用自己去括号的方式 它反而会比较快一点 这就是我们的称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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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